在接下来就是男孩跟女孩的一个不同 那对于就是克莱因而言呢 就是男孩呢 他是在期待父亲的 那也在渴求着一个因境 他在寻求的其实是 可以被因境所进入的一个路口 可是呢 在这一个同时呢 他对于这个乳房的爱 其实是要可以同时被维持住的 那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跟母亲的孩子在最小的时候 欲望的课题都是母亲 都是那个乳房 那其实是可以维持住的 所以呢 当他转向对于阴境的爱 对于父亲的爱 这个阴境也是好的 那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要用阴境呢 就是前面我们有讲到 性交的这件事情 那性交呢 那性交呢 在一个象征的心智世界里面 其实他是所谓的一对嘛 对不对 就是呢 父跟母 他可以是一个联合的存在 所以有好的乳房 有好的就是阴境 那这是一个心智世界里面 一个对偶的这个关系 而如果这两个都可以是好的 那他内在就有一个好的联合父母的意象在他的心智世界里面 而且呢 如果就是好的乳房 跟好的阴境 是存在的 那因为这会被内设进来 所以对于一个男孩而言 就是不用去担心 他所谓的被阉割的这个焦虑 所以被阉割的焦虑 可以对去对抗这种 自己无能 所以所谓阉割焦虑 就是自己无能嘛 就是没有像爸爸那么厉害 这是其中一个一个意思 那是可以内设进来 一个好的阴境的这个意象 很自然的 就可以去去除掉那种 就是阉割的这个焦虑 而可以呢 就是去除掉被阉割的焦虑 可以维持住一个好的阴境 为什么这么重要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呢 他才能够去允许自己去体验 对母亲的一个渴望 那这是正向的一条 就是呢 因为男孩女孩 第一个欲望的对象是母亲嘛 那我们在第一讲 第二讲也有讲过 就是母亲是一个 充满着各种丰富的 内涵的知识的一个承载体 所以呢 对于一个男孩而言 他要能够感觉到 自己是一个好的印镜 然后母亲又是够强壮 不会因为他的穿透 因为他的想知 而被攻击到不行 这两种因素 同时存在的时候 那男孩的这一个印镜 他才能够可以 作为知识来去理解 母亲的内在到底是什么 才能够可以去感觉到 自己其实是渴望母亲 或者是爱母亲 不只是母亲这一个 就是给予乳汁的乳房 或者是母亲这个实体的人 也是母亲他所象征的 所有他所需要的泉源 所以这个是在男孩的这个部分 然后在女孩的这个部分 在逆向的部分 其实是可以就是渴望着 去接纳一个印镜 或者是一个好的印镜 而就是在正向的部分 就是跟母亲的关系的部分 这个跟envy有关 寄宪 就是是可以就是寄宪母亲的 那所谓寄宪的意思就是 我渴望你内在的东西 我也可以有 这是envy 那jealousy就是嫉妒 是在三人的关系里面 我们后面再讲 所以对于女孩而言呢 因为是envy母亲的内在 那所以就是克莱因认为呢 女孩她在发展的过程 对于一些内在的 对于一些未知的 对于一些就是比较潜意识的 她是会有更多的 在发展的过程里面 会有更多的机会去碰触到 好 所以呢 就是对于男孩而言 因为她外在有一个真实的印精 所以呢 好像呢 跟外在现实的一个认同 会比较容易一些 但是话虽然这么说 我想从Floid的开始 就不断的在提醒我们 我们是双性的 从我们一出生 其实我们就双性的 所以就是虽然克莱因 试着把男孩跟女孩 他在发展的历程里面 可能会有的一些差异 帮我们指出来 但是呢 他也还是同时提醒我们 不要忘记了 我们是双性的 所以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在更多来看 阉割的焦虑的来源是什么 第一个当然就是 害怕性器被攻击 那这个跟第一讲 我们提到克莱因跟他儿子之间的这个对话 我们就有就有看到 在这个小儿子 他的想象里面 就是有一个人会从那个屋顶的洞口下来 然后会踩他的肚子 会伤害他的阴景 这个是 联想是可以来回应 就是害怕自己的性器被攻击的 而为什么会害怕自己被攻击 一定是什么 他们内在有一个想要去攻击客体的 这一个欲望产生 所以才会害怕自己被攻击 那在这个早期的 Ethipus的这一个竞争里面 就是对男孩的 是正向的 就是跟父亲的这个关系 就是同时呢 害怕就是父亲 的这个阴景 对他报复的同时 他也想要去去掉父亲的这一个阴景 这个就是想要去攻击跟害怕被报复 这也是同时存在的 而对于母亲的这个渴望 对男孩也是一个逆向的 的这个就是渴望跟想象里面呢 他也会觉得自己是危险的 因为他有可能是会被就是病吞的 那他的就是这个男孩 他自己的内在的状态 也有可能是被伤害的 这也是就是同时存在的 所以在这些竞争 或者是在这些可能的挫折里面呢 我们可以就对一个男孩跟父亲的关系 他有正向的满足 也有正向的一个挫折 所谓正向就是跟父亲的这个认同 就这个在这个挫折里面呢 他会觉得 因为他里面是好像觉得自己是不好的嘛 自己是坏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呢 在我举在游戏里面的例子好了 像不管是像小男孩跟小男孩的这个工作 有些时候呢 就是在玩到一些很激烈的游戏的时候 小男生呢 其实他们很很喜欢玩车子撞来撞去 然后玩小兵的游戏 就是不断不断的打仗的这个游戏 那有些时候呢 当他玩得很兴奋的时候 会突然跟我讲说 他要去他要去上他要去尿尿了 或者是呢 他说他想要大便 那当然不会一个孩子 不会第一次跟我讲说 他要去尿尿或他要去大便 我就说 我就说 你大便是什么什么意思 而是呢 很有可能很多次之后 就是一些很类似的游戏的情节 而只要在很激烈攻击的时候 他就去上厕所 他就去尿尿就去 去说他要大便 几次之后 我可能就会试着去告诉他 试着去理解 他好像呢 很害怕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承受他在玩的这个过程 好像太激烈了 他觉得他的这个太激烈很有可能也会 会不会也把我给打死了 所以就是呢 这种很想要打死人的这种感觉 或这种想要赢的这种感觉 让他太紧张了 那一方面也很兴奋 所以呢 他干脆就 就是用尿的把它尿掉 或者用大便的把它大便掉 那这样子好像呢 那种就是可能会 会害到我 或者是会伤害到我的那种感觉 就会消失 因为他觉得他的尿尿跟他的大便 好像是一把剑一样 就是就把它冲到马桶里面 厕所里面 那不会在游戏室里面 那一把尿尿的剑 或者是大便的剑 就直接直接刺向我 所以这是一个在游戏里面的可能性 可能的场景 那也有另外一个场景 而且这有些时候还蛮容易看到的 就是在儿童的游戏箱里面 就是我们会帮儿童预备一些 一些那个就是小玩具 那可能呢 就是一样的 就是当很在玩的 就是很兴奋的时候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绿色的小兵 就是塑胶的绿色小兵 那塑胶的绿色小兵呢 其实呢 都有就是那种不同的武器 他可能拿枪 所以呢 当两个小兵呢 在作战的时候 就是靠得很近的时候呢 小孩呢 就很兴奋 那当他在兴奋的时候 就会说 我戳你 我戳你 然后就 就是笑得 笑得很特别 那我就说 他好像戳到下面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你笑得这么开心 那小孩就会指责我说 你好恶心哦 你讲 你讲那个 可是其实我什么也没讲 那就是呢 我只是在讲 他戳到了一个重要的地方 那或者是有些小孩呢 他可能就会拿着一个栅栏 我不晓得 就是那个栅栏 大家就是有没有看过 就是栅栏就是有好几根嘛 一片 那栅栏一定是好几根 他就拿着那个栅栏 说我有好多个小鸡鸡 我要尿你尿你 然后呢 就是拿着那个栅栏 就是呢 到处画 就是画游戏室里面的墙壁 然后包括画在我身上 所以呢 当我可能就会回应说 哇 那就是呢 好像不止一根 阴镜还有好多根 那孩子的反应也会很兴奋说 对我有好多好多根 我还要更多根 所以可能他又会拿出来 另外一片栅栏 所以一手一片 他有好多根阴镜 然后可以进行尿尿的这个动作 所以就是从孩子的这些游戏里面 去回应 克莱因他在述说的是什么 克莱因他的这些理论的发展 很特别的是 他从孩子的观察 从跟孩子的工作里面 慢慢去思考出来的 好 所以就是呢 在这些我刚描述的这些 尿尿的游戏 或者是排泄物的 就是 的一个处理 的理解 这些理解呢 其实呢 我们试着在帮助孩子 可以对于自己是有攻击性的 这件事情 他不会过度焦虑 而且呢 就是呢 这些 不管是他的排泄物 或者是他的阴镜呢 他可以是 即使是坏的 他都不会对于一个治疗师 造成永远的伤害 所以治疗师是可以 修复过来的 是可以恢复过来的 一样的 对于 就是 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 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呢 是可以被修复过来的 的这一个 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当可以被修复过来的时候 其实呢 就会 回到我刚刚说的 内在父母的联合 就是 好的 母亲 跟 好的乳房 跟 好的 阴静的一个联合 好 那对于 那个 就是 女孩的 那 的部分 就像我刚刚讲的 一开始呢 其实 他是 可以渴望 一个阴静的 可以渴望一个 好的阴静 而且呢 这个好的阴静呢 是 可以创造 一个孩子的 可以创造一个 baby的 就像呢 就是 就是 嗯 他的 母亲 也接受了 父亲的 这一个 好的阴静 所以呢 母亲的 内在 可以创造出来 baby 那 所以 父亲的 阴静 他 在 内在的 一个 情依师 幻想里面 其实跟baby 是 连在一起的 那 因为呢 有 妈妈的 好乳房 还有呢 就是 妈妈 还有一个 好阴静 就是 爸爸的 好阴静 在他里面 然后 可以创造出来 好的 小孩 那 这个是 一个 很 就是 很重要的 一个 概念 因为呢 就是 母亲 有 好的乳房 好的阴静 所以 他有 好的 小孩 所以 那意思 是什么 我 作为 一个 母亲 的 小孩 那 我会是 好的 还是 坏的 其实 我就会是 好的 如果 母亲 坏的乳房 然后 可怕的 阴静 那他 产出的 小孩 就 会是 坏的 吗 那 我就是 坏的 小孩 所以 这是 一个 好跟 坏的 在分裂的 刚 讲在 Paranose Hero 的 这个 就是 心理 位置 里面 这个 好 是 好 好 乳房 好 阴静 好 小孩 是 重要的 所以呢 对于一个 就是 女孩而言 她最害怕的 跟她最恐惧的是 她没有 拥有跟母亲 一样的 内在世界 没有 好的乳房 没有 好的 阴静 那 意思也就是 她未来 也就不会有 好的小孩 所以 所以在 这样子的 一个 焦虑 里面 很自然的 她就会 想要 拥有 或者是 想要 抢走 妈妈 就是 所拥有的 内在 那 而且呢 她 就是 一方面 想要 抢妈妈的 可是一方面 她自己的 内在 也很害怕 被抢走 就是 我所拥有的 我所没有的 我想要 把她 抢过来 而我所拥有的 我害怕 被抢走 所以 一样的 我想要 抢别人的 那意思就是 表示什么 我也怕 别人 抢我的 很有可能 就是我很怕 别人 抢我的 所以 我想要 去抢 别人的 所以在 所以在 就是 一个 女孩的 认同 的 过程 里面 这就是 正向的 那 也会 就是 因为 想要 抢走 妈妈的 内在 害怕 被 保护 然后 就是 害怕 因为 想要 抢而 有 罪恶感 所以 克莱因 她 不断的 在 就是 试着 帮我们 去 很 细腻的 描绘的是 到底 我们的 焦虑 怎么来 然后 到底 我们的 罪恶感 怎么来 我们 这些 内在的 心 就是 很 细腻的 情绪的 这些 运作 到底 是 怎么样子 在我们的 心事世界里面 在运作着 好 所以就是呢 对于 就是 女孩而言 她先渴望的是 能够 接受一个 阴镜 然后再来 就是 她也会 渴望 自己也有 阴镜 所以 在一个 就是 渴望 母亲的 内在 跟 害怕 就是 被 因为 想要抢夺 母亲的 内在 而受挫的 这个是 所谓 认同上面 就是认同 母亲的 正向的 受挫 那 对于 就是呢 父亲的 一个认同 这个是 逆向的 那 也会 渴望自己 就是 女孩也会 渴望自己 可以是 有阴镜的 而这个 所谓有阴镜的 意思 就是在 当 就是 可以接受 一个 好的阴镜 而这个 接受 这个好的阴镜 她最后 也会再度的 内设进来 成为一个女孩 她自己 内在的 这个阴镜 那 她才能够 就是 可以 不会害怕 竞争 这件事情 所以当 就是 一个 一个 个体 当她非常 害怕竞争 的时候 那 其实 我们 刚 回过头去 回顾 她的 幼年的 经验 童年的 经验 或许跟 父亲的 关系 也是会 有关系的 就是 那个 内设 父亲 好的 阴镜的 这一个部分 或许 不够 强烈 以至于 她没有办法 竞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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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